很多人都喜歡吃日式冷麵 其實冷麵比我們想像中更有營養 可以在家經常煮食 作為健康澱粉之一 你好,我是註冊營養師曾欣欣 冷麵最主要的原材料是來自 蕎麥 聽到蕎麥,大家就會想 會不會跟蕎麥差不多呢? 蕎麥跟蕎麥最大的分別就是 雖然蕎麥有個蜜字 但其實它不含膚質 所以對於腸胃敏感的人 蕎麥麵會較容易接受 蕎麥亦比小麥的纖維和蛋白質含量高 所以它的升糖指數因此降低 曾經有一個歐洲研究追蹤一班 每天進食不同的蕎麥產品 例如蕎麥粒或用蕎麥粉做的麵包 他們發現這些參加者的血糖水平 都比不吃蕎麥產品的人低 這些參加者也反映 進食蕎麥產品的肚飽感 比小麥產品高 有助幫助減肥減脂 超市買蕎麥冷麵的時候 要注意,很多蕎麥冷麵 都會有用蕎麥麵粉混小麥麵粉 如果我們選擇一隻全蕎麥的包裝正面 就會提到十角 即是100%蕎麥麵粉 如果包裝正面完全沒有提到多少角 可以翻到後面看一看成份表 由於成份表的排列次序 是根據食材的重量多少而排列的 所以如果我們找到一隻蕎麥粉排第一 而小麥粉排第二或之後也可以接受